這件事情我大膽的判斷 這個案子背後問題很多 我到現在我認為有沒有違法 政風單位 我們這證據 是不是事先早就已經安排好 那家公司要來飆了 現在看起來就很怪 來 仲強哥我再往最後講 我講完了三個疑點對不對 然後這間公司多詭異 得標了就好好做 沒關係 你沒有經驗的公司 一樣可以得標好好做 得標了之後 擁緊公司得標 留了電話 服務電話 你是辦公室 你承辦的案子叫 基隆市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 你這場要請人嘛 750萬嘛 結果現在人家議員打電話過去 怎麼變威肯公關 接到威肯的門去了 再進一個深水區 你有沒有把案子二標出去 違法的喔 這個案子是很清楚的 是由得標公司承辦喔 你有沒有拿到案子之後 再把它標給其他公司 再轉包 還是你從頭到尾 其實就是合作關係沒有揭露 最後講為什麼合作關係沒有揭露 張浩安議員講得很清楚啊 因為威肯公關在過去幾年 就拿了很多市府的案子啊 2023年拿322萬 2024年又拿588萬 如果今天背後打電話 敘述是威肯公關 有沒有可能一種情形 擁緊公司從頭到尾都不是在執行 背後是威肯公關 只是因為拿了太多市府的標案 怕被罵 怕被定 怕被獎勵定 所以最後拿了擁緊公關 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就進來 我以上的推論 每一個都是有憑有據 那該講的 我跟你講 也許最後查出來也沒有違法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 實務上這樣子對借國良觀感 真的好嗎 但是不是 是不是圖利特定的業者 為什麼這個750萬 原本明明就是一個環保局的業務 為什麼要外包給外面的公司 可以這樣做嗎 基本上我們看到 這個得標的廠商 是經濟不合可的一個 廠商 那他經過整個的審查標準 跟審查的內容 其實這標準是符合條約的規定 那我知道冠廷他 有對每一個案子有所推論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還是要去看說 他接到這個標案的過程 有沒有合覆的法令 那他公司登記有沒有 符合經濟部的規定 目前看起來都有 那我覺得最後一點 只是我好奇 環保局的業務 為什麼要外包給一家公司 因為有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都很了解 地方政府 有一些案子確實會委外出去 但我個人就是覺得就是說 在這整個的過程中 你要在審查會議的會議記錄 你要載明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如果要二包出去 說真的 你要看你原始的討論的 那個標案裡面 有沒有說 這個案子百分之多少 是可以對外做的 比如說其實我們很知道 就是有一些 這個縣市政府委託一些標案 給燈會 全國的燈會 那你燈會過去有沒有說 百分之十要給誰 百分之五要給誰 那都要載明清楚 通常那是辦活動 對 辦活動 那補助電動機車 這算是 那因為補助電動機車 辦理那是同樣的 就是說你超過多少金額 然後你就要進入 公開招標的過程中 所以我覺得現在唯一點是 這個辦公室要講 這個這個擁警公司 要講清楚的就是 那個電話接起來 如果你外包出去的公關公司 你要討論好 就是說接起來 你不能 你要有一個專門的 負責的窗口 而不是接起來說 我是某某某公關公司 對不對 接起來應該是擁警公司 接起來可能是 就是電動機車 專案辦公司的某某誰 我是負責這個的 專案經理 那我覺得一切都make sense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是要請擁警公司 他去做調整 那市政府在整個的 規劃的發案過程 我覺得一切合法 OK好 要擁警公司調整 擁警公司就一個人啊 所以清皇這樣子 這真的合理嗎 好 我們先告訴大家 這裡面幾個不合理地方 第一個 是就是基隆的 他的環保局電動機車的 專案的服務專件 打過去的時候呢 人家電話是講說 喂 威肯公關你好 所以很奇怪嘛 對 你正常是像剛剛林桃講的 應該是 這基隆市電動機車辦公室 你好嘛 那你怎麼接起來 會是威肯公關你好 這怎麼聽 這個部分就是很奇怪嘛 然後第二個更妙了 好了 這個電話接起來 是威肯公關你好 結果呢 第二個怪的地方在哪裡 第二個怪的地方就是 這個電動機車辦公室的案子 請問這個本來這個案子 其實環保局自己可以做嘛 但你把他委外 委外就算了 委外問題是德標的廠商 不是威肯公關嘛 德標廠商是勇景公司嘛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要多花這750萬 是 然後呢 這個重點是 他多花這750萬 接到了這家公司呢 他是勇景公司 他就不是威肯公關嘛 但妙啦 被問到這件事情 第三個奇怪的點在哪裡 第三個奇怪的點是 勇景公司的負責人解釋說 他曾經在威肯公司服務過 是老闆鼓勵他創業 所以呢創業的初期呢 雙方合作分享資源 請問這怪不怪 怎麼那麼好啊 很怪嘛 最重要的是好 他是創業初期 他過去呢 這個講說這家公司 過去有沒有時機 沒有時機啊 這個成立98天 就接到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請問他要怎麼拿時機出來 但是呢 基隆市政府顯然 就像剛剛冠廷講 他是讓他得標了嘛 那讓他得標 他前面是不是有講到一件事情 說這個評審裡面 環保局自己的人 過半有四個 對不對 那環保局呢 這時候這個 我們的好朋友 王毅川呢 就在質疑一件事情 王毅川發脆文去質疑說 請問基隆市環保局長 你跟這家勇景公司的 負責人余昌勳 你們兩個認不認識 認識多久了 這敏感了吧 對 因為剛剛前面關提有提到嘛 環保局的評審 站這一次的這個案子裡面 評審是過半數 有四個啊 所以環保局長呢 看起來他可以掌握啊 那所以他 王毅川就直接問說 那請問 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勇景公司 負責人余昌勳 你跟基隆的環保局局長 馬仲豪 兩個認不認識 然後兩個認識多久了 結果呢 這個時間呢 你看 有一個協會 就這麼的湊巧 這個協會呢 我想一般觀眾朋友 一定不知道 叫做社團法人中華曙光協會 然後成立的宗旨呢 是要推動兩岸交流 那你知道在這個協會裡面 我想一般的民眾 我們一般觀眾 一定不知道這個協會嘛 但這個協會就這麼的剛好 來大家看看 他協會裡面 常務理事的名單 有馬仲豪的名字在裡面 常務理事的名單 有勇景公司的負責人 余昌勳的名字在裡面 那所以 王毅川才會問他們兩個嘛 請問你們兩個認不認識嘛 請問你們認識多久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這些部分民眾 一般民眾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嘛 怪事重重嘛 所以剛剛我們光是 點出來的部分 怪事重重至少有四重 所以這四重的怪事呢 基隆市政府要不要解釋清楚 要解釋清楚嘛 那基隆市政府 面對基隆市議會跟基隆市民 要不要解釋清楚 當然要解釋清楚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些怪案被拿出來的時候呢 遇到現在呢 霸梁團體開始在推動 霸免的時候 基隆年輕人也很羨慕 怎麼那麼好 出來創業 馬上就可以拿到基隆的標案 就可以拿到750萬 早創初期 前東家呢 看起來還有合作共享資源 然後基隆市的電動機車 專案辦公室打過去的時候呢 是他的前東家 威肯公官你好 請問這怪不怪 很怪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霸梁團體呢 對他們來講 你這就標準 我們講說 謝國陽在過程裡面 給柴梁行動 添柴火嘛 是不是 他就是標準的火上加油 就是火已經燒很旺了 然後你現在把油丟進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大家看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嘛 而這些不合理的地方 當大家在檢視的時候 一項項挑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謝國良來講呢 這個在霸梁的過程裡面 都是壓力雪上加霜 補充一下這個案子 就是說擁緊公司 現在大家懷疑說 不是說你什麼資本額小 或是說你剛剛炒創 是說你去 他這個電動機車 他當時招標的名目 他是把它歸類在說 你是勞務類的 包括什麼九四污水 或垃圾處理 或是公共衛生 你是做環保的 因為他是電動機車嘛 他是主要是做環保為主 那所以就是說 他是如果你有符合 這些招標項目的公司 你來投 結果他赫然發現說 你擁緊 他是所謂擁緊顧問公司 他根本不是做這一塊的 那所以第一個 你跟招標的這個 這個廠商的名目就不符合 好 那你剛剛講 剛剛講說那個馬仲豪 他們是怎麼回答 他說擁緊公司 是經濟部许可登記的公司 這不是廢話嗎 你公司要成立不是 經濟部许可嗎 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你這個跟招標的這個廠商 你的名目就不符嘛 你這個擁緊公司是做顧問的 他跟什麼環保跟垃圾處理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說你這個市政府的發言 你這個地溝倒菜都是誤導大家 廢話不是哪間公司 不用經濟部许可 如果你連經濟部都沒有許可的話 你這是什麼詐騙公司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他說這擁緊公司提供的文件 全部都符合審查的標準還獲得最高分 那你提供他廢話 你提供的文件是說 我可以做這個機車客服 我可以打來什麼的 就是你提供的文件 還是沒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就是你的這個招標項目 他根本一開始就不符合 為什麼你要給他做 那當然最後 你不要做那家公司 沒有跟那個業務 環保沒有關係 就完全沒關係 這位基隆局長 馬仲華跟環保也沒有關係 所以他覺得 他覺得因為我沒關係 我都可以做環保局長 所以你一個什麼顧問公司 來做機車標案 這個 那好 那他就是謝國良 你為什麼會被罷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說謝國良的好友 或者馬仲華的好友 就可以拿到標案 是不是 後來我最後才想到說 如果說這個擁緊公司 做完之後 他連這麼簡單的客服 其實坦白講 所有的這個 專案或活動 其實我必須評論 最簡單就是客服 因為他就是回答一些 你們申請的這些問題 你連這種東西 你都要外包給威肯 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威肯 來做就好了 你還要在外包 那你只給外包 那給外包 那你幹嘛來標這個案子 如果您說 因為威肯標太多案子 所以他擔心說 連這個問題 你都給威肯包 所以才 另外在外包 眼人耳目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環保局 本身這個馬忠豪 跟環保沒有關係 那所以現在 只要什麼 有一些什麼案子 就可以委外來處理 只是說現在的狀況 清皇 因為灰紮處理 這個讓基隆師傅 每年要多花三億 便宜的你不用 你非要去用那個 增加每盾25000塊 比原本的 這個舊廠商 要貴15倍 對 這個灰紮處理廠 其實坦白說 這個環保這個基隆的環保局長 馬仲豪 除了這個案子很奇特之外 擁緊公司的案子很奇特之外 灰紮處理廠 其實去年 這個基隆的灰紮處理廠的廠商 本來就出來挨了 你知道為什麼挨 因為基隆市 他給基隆的價格 之前一頓的處理價格是多少錢 是大概1400塊 那這1400塊裡面有200塊 還要是地方的回饋金 所以你看對地方有多好 但是你知道正常的市場上 現在灰紮處理價格 這幾年是越漲越高 漲多高呢 我們跟大家講 大概三四年前的時候 一頓的處理價格 大概就是16500了 然後現在價格大概漲到破 各縣市前大概要破20000塊了 結果你知道 這個原來的廠商 報給基隆市的價格是多少 報給基隆市的價格是12000塊 結果現在後來基隆市說 這個廠商沒有開績效委員會 所以他不符合 促餐的相關的資格 所以我們就不讓他繼續接案子 所以改包給在高雄的廠商 那你去想想看 他包給高雄的廠商 理論上你要運到那邊處理 是不是要多一筆運費 那至少現在看起來呢 他一頓的處理價格 原來廠商報價是報多少 是報一萬兩千塊 對不對 但是這一家廠商在幫基隆市 在做的時候 價格是要跑到兩萬五千塊 貴很多 兩萬五千塊 對照一萬兩千塊 我請問你 正常的市長在看的時候 不會覺得是數字怪怪的嗎 但謝國楊好像沒有感覺 謝國楊市政府覺得說 那就是兩萬五千塊 這家廠商就給他得標 然後就找他做處理 所以基隆市為了這件事情呢 要多花三億多 等於他財政負責 要多花三億多 在灰紮處理上面 但基隆市民就會問一件事情嘛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有一萬兩千塊的廠商 你不要用 請問一下 這家廠商在基隆做這麼久 你不要用 要特別拉到高雄去 所以這對基隆市民來講 一定會有這個質疑 然後呢 這個時間點呢 基隆市政府跟謝國楊呢 他們主張是說 沒關係 我們基隆就是不要有灰紮處理廠就好 這個灰紮處理就夠了 這個其他限制來處理就好 這個旅遊其實怎麼進攻 我覺得很奇怪嘛 那推銷就是為 就金額絕對金額來看